彼得停了 彼得停了 主给他一定要传道 到普天下去传道 但他没有去啊 甚至他一直在耶路撒冷 他根本连到撒玛利亚都是勉强去的 哥尼多家里是神用三次异象没有办法主动他 因为他总以为他已经守住上帝的道 不可能这些分体不凡脚的这些动物 这些都是不接近的 反不接近的物物我从来没有沾过口 他还以为这是他对上帝的忠心 他却不知道他一直这样死忠心的 就没办法传为给外邦人 上帝分别为圣的 你不可以当着物卫 讲完了这个东西就收到天上去了 那人就口门 西门彼得在这里吗 我们要他去 是该撒利亚菲律宾的地方在那里传道 神感动他 彼得彼得 有人在门外 现在靠门要找你 你跟他去吧 他才去的 他去不是因为明白大使命 努力甘心传福音 他去是神 逼他去 做完了这个工作以后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好了 神就把整个责任从彼得身上 冲回 交在保罗身上 你看使徒行传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 还有彼得的成分 还有彼得到时间到的 把他拿掉交给保罗 使徒行传 以后到二十八章 彼得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 神不需要你了 因为神的计划一定要前行 太多基督徒没有办法跟着圣灵前行 结果停在自己顽固不发 而自以为很固执一定是对的 绝对和自我的懒惰 跟错误的观念里面 神就让他去了 保罗就把这个使命承载下去 世界的历史有新的变化 所以保罗讲更新 讲变化是很有资格的 因为他不是那些顽固不化 持守历史传统 以为自己有绝对的真理 不必再有新的变迁的人 保罗不是那样的人 不必再有新的变化 不必再有新的变化